大家好,我是在忙也要自己做饭的车里,今天我给大家讲讲我在苏州吃的第三碗和第六碗面,都是在佟德兴面馆吃的。 佟德兴面馆建于1997年,是舌尖上的中国拍摄过的实体面店,但是它出名可比这个早,我觉着它是微博时代的初代目网红面馆,我最早是从微博上了解到佟德兴的,它是魔度有人爱去打卡的面馆。 我是早上去佟德兴的,虽然做不到六点吃头汤面,但我还是挪着八点多一点就到了店里。 佟德兴家于方店离贯钱街不远,地处闹市,但又闹钟取静,加上疫情的关系,店里客人不多,面和焦头的价格比松鹤楼面馆要便宜大约20%到30%的样子,装修风格也更古朴,不是张扬,倒比松鹤楼看着更像老店,正是老的想换鲜盐,新的想有老范。 我点了红汤面,焖肉和鲍鱼焦头,面和焦头上来的挺快,因为在杨玉心和松鹤楼都吃到了粘牙的面,所以这次我先关注的就是面的口感。 还不错,挺清爽的,再来试汤,吃口干净,能喝出些许鲜味,焖肉的肉质很新鲜,可惜很柴,一丝丝都塞牙了,鲍鱼肉味也干净,但是觉着偏薄了,就是脆壳和软肉的比例,感觉还不够平衡。 当值得正好是店长,我跟他聊了几句,他说面条粘牙是还没煮熟,我问佟德欣的面里有没有加减,他说没有的。 佟德欣用的是特二粉,跟一般面馆用的不一样,筋度没那么高,要的就是那种爽滑,但是对师傅的要求会更高。 怎么说呢,这第三碗面的口感确实比前两碗好很多,但是比高筋粉,尤其是麦芯粉做的面条,我觉得这还是没那么好。 疫情后我自己也做面条,用的是雪花粉,就是高筋的麦芯粉,口感比这个更加筋道,就算把含水力提高,面条也很有质感。 我跟店长说闷肉有点柴,他说以为我会怕肥肉,所以特地关照厨房挑了块瘦的,这是好心的误会了,闷肉我当然喜欢肥五花,那才好吃嘛。 我跟店长聊起汤头的事,我说现在怎么喝着都不大行呢,他想了想,说现在食材成本高,很多商家舍不得。 我说您加的比别加的好,但是跟我多年前在昆山街头小店吃到的还是差点意思,他点点头,只说再晚点来,可能汤头会更好些。 这一顿面吃了48,我觉得比松赫楼面管的要好很多,于是过了两天,我又过去试酱爆猪肝焦头。 果然有了苏式面焦头该有的样子,猪肝的火候拿捏得不错,酱汁也非常紧,不会有杨玉昕和松赫楼的那种稀了光当的情况。 美中不足的部分跟鲍鱼有点像,猪肝片太薄了,所以在体现猪肝的嫩度上稍显不足。 我发现猪肝的酱油味道有些特别,酱香味更浓郁,就问店长用的是什么酱油,店长说老板正在帮助苏州本地的一家酱油老字号进行升级改造,具体哪个牌子他没说,我也不好多问。 但是你看店里桌子上摆的客人自用调料,都是完整包装的主流品牌,这个就比一般的面馆强很多,这是佟德欣硬气的地方。 我问店长,佟德欣有没有加盟的?他说从前有过,但是觉着加盟店的品质不好控制,所以把授权收回了。 这点我还挺敬佩的,在资本浪潮的席卷下,佟德欣还能坚持底线,保持对品质的追求,这是大部分品牌很难做到的。 作为拥有深厚隐世文化的城市,苏州的面馆不计其数,老字号的节操未必都能守住,新进品牌的挑战也不会停止。 作为有几十年历史的佟德欣,怎样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优势,也是个难题。 两次过去吃面,我都能在店里看到老人家,可见佟德欣是获得当地老吃客认可的店。 佟德欣的面虽然没有松鹤楼的贵,但是也绝对不算便宜,要是不觉着好吃,当地人是不来的。 店里的服务员也是四五十岁的阿姨,懂面,懂老客人。 佟德欣还有一个与其他面店不同的地方,除了面箱,还添了书箱,既有老式的报纸,还有各种图书。 可能来吃面的顾客里有不少是白领,可能老板本人就很注重文化。 苏州地处鱼米之乡,物产太丰富,可以按旋来轮替,要想在家里做出一碗好吃的面条并不难, 但是要在外面吃一碗好面条,却也没那么容易,既需要好食材,更需要商家的坚守,这个坚守真的很难。 我下一碗面去哪里吃呢? 喜欢我的视频,记得关注我并且一键三连,等我更新哦。